《鳳頭蒼蠅》 是與人類生活中距離最近的猛情之一 七席的範圍從中低海拔的山林 到車水馬龍的都會區 都可以見到鳳頭蒼蠅的身影 所以又成為城市的遊俠 而鳳頭蒼蠅盤旋時 常有雙次快速震動的招牌動作 這是可以浪雅 在遠距離就可以認出鳳頭蒼蠅的特徵之一唷 而今天帶大家認識一下猛情界的蒼蠅猛獸 蒼蠅 目前規劃的蒼蠅介紹 應該會拆分很多極速的影片 因為老K手上 目前有一隻蒼蠅正在訓練 所以未來可以拍攝更多不同面向的影片 那今天的影片 就先以介紹蒼蠅為主吧 現實面先來了解一下 蒼蠅的價格大約在10萬到30萬不得 甚至更高 這其中的原因在於品種跟等級 蒼蠅的分類許多 銀蒼、白蒼、芬蘭蒼 每一種的價位都不一樣 而在照護照料上呢 也非常的不容易 巡鷹圈有句話 要想知道你的養工如何 就看你的蒼蠅固得怎麼樣 言下之意啊 就是羽毛照護照料非常困難 蒼蠅的羽毛呢非常的堅硬 這有助於它們在快速的破風 以及短距離的衝刺 反之啊 在照料上呢 也非常容易發生斷雨的情形 而老K手上這隻蒼蠅呢 剛從龍舍出來不久 還處於非常怕人暴衝的階段 所以瑋瑜啊 目前都有斷雨的現象 這需要等羽毛完全長齊之後呢 才能開始訓練了 這將會是一個非常漫長的等待啊 在猛禽英屬中裡 是猛禽種類中最多的一層 所有的成員啊 幾乎都是中小型的猛禽 蒼蠅可以說是其中最獨特的一員 它是英屬中最大的存在 日本呢 又稱其為大鷹 蒼蠅分布於整個北半球的溫帶氣候 適合溫帶地區較為寒冷的氣候 因此在熱帶的南國紀錄啊 相當稀少 台灣呢 也是如此 而蒼蠅自古以來就是世界性的民情 更是許多尋英民族眼中的極品獵鷹 能在森林中追擊 也能在草原上搏殺 不僅狩獵技能滿點 更勇於啊 獵殺體型更大的獵物 對於訓練上呢 有人說養蒼就需要打獵 但國外啊 有人訓練蒼蠅 像有準一樣追擊夾爾 所以老K想訓練的方向呢 會像是追擊夾爾這塊 至於會不會成功啊 那我們就一起等之後的影片吧 回頭說回開場的蒼蠅猛獸 為何我一章形容他呢 不知道啊 大家對於火影忍者中的凱老師 有沒有印象 他就被譽為木葉村的蒼蠅猛獸 一旦開啟八門盾甲的死門 就連蛇啊 都望成莫及 蒼蠅也是如此 隨時處於開啟死門的狀態 所以訓練上更要小心謹慎 其中的原因呢 有很多 有人說啊 台灣的氣候不適合養蒼蠅 所以要小心蒼蠅 會有熱衰竭的情況發生 又或者啊 有人把蒼蠅當哈里斯養 就會有操作不當的行為發生 在此告知啊 每種鷹的訓練上都不一樣喔 而在訓練蒼蠅上的每個步驟呢 都需要準確 以及耐心 讓蒼蠅知道每個步驟 到底要做什麼事情 這就像是電腦程式的輸入一樣 每段的程式編碼 都需要詳細準確 偶爾出現的BUG呢 就需要再做排出 所以在訓練排行的難度上啊 我把它排在最難 而之後的訓練影片呢 我們就一起期待吧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 喜歡的影片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老K 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多謝